發生在在12年之前的SARS疫情 對義大利和南國的遺書卡羅歐巴尼 是世界上第一的發現到SARS北斗 甚至因此來犧牲的疑心 他的故事由義大利地名的記者文森 來修行愛無疆解的這本書 中文版的新書已經在當季基督告本年發表 回中邀請到歐巴尼遺書的太太 好生還有在生日中的好朋友出席 共同來對書比請作是現代史懷者的卡羅歐巴尼遺書 卡羅歐巴尼遺書正經在1999年 代表到無國外遺書做一項出的諾貝爾和平獎 一位平安國家醫療奉獻的進行 到今有完市医學家的電環 比請作是21世紀的史懷者 在2003年爆發SARS疫情 臺灣嚴重受託來自義大利的卡羅歐巴尼遺書 發現到SARS的背道 在此成功來組織到疫情可選 但是他也會因此來希望 他為了要紀念到卡羅歐巴尼遺書 貴薪12周年 社團歡迎臺灣卡羅歐巴尼協會 在四月份總共幾百五項的卡羅歐巴尼紀念 政策愛無疆解申請作發表會 港議中央已經在港議基督教病院記憲 作者 文生和卡羅歐巴尼的太太 好生還有好朋友 都親自出席 在菜中透過風門 卡羅歐巴尼遺書的親家 朋友總共四十塊的人 上次來描述一個全萬的愛心 落意奉獻 勇敢批心的意思 意義的一心來感謝各家的人 萬一為病痛、病困、愛疼的人來恐怖 新車發表會的現場氣氛 十分的感情 西新新聞 中央民翁先生 港議期彩虹報道 中央民翁先生